中央社记者杨思瑞台南23日电知名连锁评价百货小北百货创办人黄补文传出昨天一次因心肌梗塞在住家过世 享年54岁,小北百货总公司干部下午多位接电话,员工则低调证实黄补文私讯 其他不愿多谈不愿具名的小北百货员工面对记者询问时低调表示 黄补文平时对员工很好,大家听到死讯时很错愕 有员工指出,昨天下午黄补文的司机前往黄补文住处准备接他出门时 发现黄补文已无呼吸,心跳,随即报警并通知家属,怀疑是心肌梗塞 检警今天上午相验后,确认没有外力介入,排除他杀 但确切死因还要进一步确定,黄补文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 早年在台南市小北夜市经营海产热炒店 民国83年开办评价百货卖场小北百货 以物美价廉产品多元为经营方向 据小北百货官方网站资料 小北百货24小时营业,全年无休 至今有104家分店,106102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